北京时间9月24日上午,前恒大,上港工薰外援孔卡,在个人社交账号上,公布了一则喜讯,那就是他终于找到工作,即将结束接近10个月的失业状态。 据悉,他将会加盟美国足坛,刚刚成立的球队德克萨斯·奥斯汀效力,他将会与这支美国新军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,而在孔卡分享的海报中,他身穿着奥斯汀队的球衣,并且举着该队的围巾,显然这笔转会实际上已经完成。 根据资料显示,德克萨斯·奥斯汀是一支今年才刚刚成立的球队,目前该队正在招兵买马,来积极准备参加明年的美国职业联赛,而孔卡将是他们签下的第八位球员。 孔卡加盟德克萨斯·奥斯汀队的消息,也得到了该队的巴西级主教练塞拉诺的证实。 这位曾在八甲赛场与孔卡共事的主帅表示,当俱乐部经理告诉我,是否对签下孔卡感兴趣时,我直接表示谁会不想要他呢?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顶级大师,我们一直都有联系,看到孔卡在无球可踢这么久之后重新找到工作,相信不少曾经喜爱过他的中超球尼都会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,毕竟无论是在恒大还是上岗,他都曾给我们留下太多的经典和美好回忆了。 1983年出生的孔卡在2011年夏天,以1000万欧元的转会费,加盟到了广州恒大。 这位巴西中场在恒大效力的三个赛季为球队出场65次,贡献了33个进球,他帮助拿到一次亚冠军和三次中超冠军,自己也曾斩获中超联赛MVP的殊荣。 当年恒大球迷曾亲切地称之位天体之王。2015年,孔卡再次来到了中超加盟,了另外一支禁旅上海上岗队,并且也一度成为了球队的核心。 但遗憾的是,在上岗签下了名气更大的奥斯卡之后,孔卡先是被球队外租,而后在今年3月2日,他更是直接被上岗解除了合同,开始了接近10个月无球可踢的岁月。 直到现在加盟美国联赛,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祝福这位35岁的天体之王,能在美国联赛发挥预热,重新为自己证明,再度谱写职业生涯新的篇章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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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